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仿仲信财刚敲定 但针对大陆新一波制裁恐怕随之而来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拜登政府正准备限制 录起使用美国云端运算服务 一望大陆因为美国竞销高级AI 只能绕到使用 包括亚马逊、微软等美商所提供的 AI云端运算服务 就是要避开法律漏洞取得强大运算能力 但若新规生效 在未来美商要提供AI云端运算服务之前 必须要获得美国政府批准 旨在打压大陆AI发展 这堪称美方近期放的最大绝招 但恐怕也将重创四幅器链 以及AI晶片顶弹量能 同时进一步加剧 美商两大强权的紧绷关系 但大陆其实也有反制手段 中国政府依法对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 是国际的通行做法 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 大陆外交部强调 对半导体化学材料夹者的出口管制 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普遍外界认为 吸土牌就是在报复美日和对陆 限制出口晶片制造设备 其实美中在半导体方面的攻防站 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回美之后就不断升级 同时间北京政府更以法律形式 强化外交规范 包括对外关系法以及反间谍法 都被认为是叶伦这趟访华 势必和大陆高层讨论的重点议题 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实现互利共赢 创造良好的环境 叶伦访问北京前夕 美中之间存在诸多经济问题 依旧存在甚至加剧 包含关税 针对关键技术的出口禁令 以及限制美国投资大陆 人权等关键议题 对此纽约时报报道 美方不期待 叶伦的访问可以获得重大突破 但希望可以透过叶伦的访问 促进全球两大经济体的相关沟通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